母亲节一过呢 接下来要迎接的就是端午节了 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这个新北市议会跟新北市体育总会呢 将共同来举办新北市议长杯 第七届的龙州锦标赛 那么时间呢就是在这个5月29号 那么为了迎接这个当天的这个比赛 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呢 主办单位呢特别在这个维风运河 举办了这个龙州点睛 以及即将的仪式 新北市议会与新北市体育总会 共同主办的新北市议长杯 第七届龙州锦标赛 将于5月29号隆重登场 为祈求赛事顺利圆满 主办单位特别在维风广场运河 举行即将及龙州点睛仪式 继续举办第七届 每一届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今天的点睛典礼 就是启动这样这个仪式 我们希望这次的活动非常圆满成功 最重要我们有来自20国的选手 共同来比赛 非常国际化的竞赛 非常的精彩 华龙州的喜南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传统艺术精神 诚如呢就是我们议会跟市府的关系 同舟共济 融入与共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 让新北市更好 即将点睛仪式 由热闹的舞龙舞师表演揭开序幕 随后由新北市议会议长蒋根皇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及新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黄志雄 共同担任主机关 遵循鼓励进行即将法会 并由多位议员一起为龙舟点金 今天的吉利吉时 由东王与多位顶金官 共同卫龙州顶光亮金 祈求赛事平安顺利 圆满成功 同时也宣布 新北市议长背 的确人州赛 指标赛系列活动 就此展开 议长表示 新北市议长背龙州赛事 每年端午节的盛事 不仅是重要的文化传统 近年来也成为体坛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好手前来挑战 希望今年参赛的选手 能挑战自我再创佳击 记者在新北市采访报道